全台现在全部要大停课了 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呢 今天下午台北市 包含新北市之外 全台湾都宣布了 从5月19号开始到5月28号为止 全国各级学校及公司立幼儿园 停止到校上课 家长接到消息措手不及 骂翻天 另外现在全台还面临大停电的危机 台电真的太荒唐了吗 台电今天认了供电很紧张 蔡总统亲上火线感到非常抱歉 但下次停电电费单上面 EF主要插在蛋 400万户随时没有电可以用 全台大扩散 这疫情到底该怎么办 有没有北降南升的现象呢 肺炎疫情从北扩散到南部去了 今天本土确诊240例 彰化暴增10例 高雄也出现3例 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疫情扩散的速度 而台北股市今天倒是大反攻了 股民进场减便宜 真的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吗 外资抄底减了便宜 股民们笑脸 但是大家还是要担心 疫情没散 这台股的反弹能够谈多久呢 等一下新闻都会有完整的解读 而最新消息马上提供给您 昨天单日新增33例之后 指挥中心今天宣布新增245例 当中240例是本土5例的境外移入 而且新增2名确诊则死亡 现在几乎全台各县市都很多的确诊者 恐怕都逐一的被筛检出来 而今天新增240例当中 112例是男性 128例是女性 而且分布的范围包括像是新北市 有106例 而中和区是33例最多 而在台北市是102例 同样是万华区占了48例最多 此外呢 位置也特别关注就是今天新增2起的死亡个案 分别是案1522还有案2095 其中呢案1522是60多岁女性 她是住在万华当中 而且在5月10号发烧 结果14号就医台检 在16号确诊 短短一天不到就倒窝在家中死亡 而且呢 另外一名是在亚东医院的是案2095 是因为80多岁的男性 她本身有很多的慢性病史 也是在16号跟这个建出来是阳性之后呢 病情持续恶化 在17号呢 就经过抢救不幸死亡 累计国内已经第14起的死亡案例 更传出这名万华妇人呢 一度快筛出来自己是阳性 到医院却被拒收的情况 来听一下指挥中心最新说法 那1522为60多岁的女性 那于万华区工作 那5月10日出现发烧 5月14日就医裁检 5月16日确诊 那于案于个案17日 倒卧家中 同日送医急救 无效不幸死亡 那案2095为80多岁男性 住院病人 有慢性病史 于5月16日进行接触者检验 采出的是阳性 CT是25 5月17日因病情恶化 经济救后 人不幸死亡 那我到现在为止 我们累计了 14的 14例的死亡个案 好良起确诊 很快确诊之后呢 结果隔天都是马上死亡的 对此呢 这个指挥中心也认为 万华知名妇人呢 是没有被医院拒收的情况 此外呢 由于现在应急持续的恶化 所以今天教育部长潘文中也在指挥县 现场这边的公布说 从明天开始 包括呢 从大专院校 高中 国中 甚至是国小到幼稚园 通通都是改为线上远距教学 希望呢 这样的一个作为 可以预防这个疫情持续在恶化 也希望家长跟老师能够配合 不来根据到 其实现在疫情是持续往南部走 所以呢 包括高雄凤山的人会医院 现在也传出有男员工确诊了 医护是全面筛解 而且呢 现在传出护理师呢 快筛阳性 而且呢 是遭到这个确诊的行政员感染之后 才会确诊了 那这是不是代表说 现在疫情呢 已经持续往南部扩散呢 恐怕现在还要持续来观察 而现在指挥中心定调 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轻微的症状 还是呢 先不要慌张 待在家里 而且呢 是通报相关的单位 等候卫生单位通知之后 再把你带到去集中检疫所 或者呢 是相关的这个医疗院所来救治 而如果呢 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 也不要急着往这个急诊室跑 避免现在 已经仅剩不多的医疗量能 持续被浪费 以上呢 是指挥中心现场最新情况 但让家长最头痛的是 这政策呢 要变也变得太快了 就在双北停课第一天 教育部宣布 从明天开始到5月28号 全国各级学校要全面停课 但不停学 要改采居家线上学习 这是因为全台确诊的学生数 已经达到37个人 其中大专学生最多有16个人 让教育部不得不赶紧更改做法 相较于双北的超前部署 教育部的做法今天才改 不免令人质疑 这道全国的停课令 是否来得太晚 高雄这间小学校门口 家长赶忙接小孩回家 就在双北高中职以下学生 全面停课改采线上上课的第一天 教育部长攀文中 宣布停课人数再加码 那么从5月19 从明天开始到5月28 我们全国各级学校 停止到校上课 大专校院及高中以下的学生 以居家线上学习为主 全台从北到南 学生通通得在家远距上课 因为接触染疫的大专院校学生 已多达16人 高中生4人 国中和国小学生 各有6和7人 就连幼儿园学生 都有4名确诊 总计37人 只是现在才宣布 全国停课引发慢慢拍质疑 时间拉回到16号周日下午3点 新北市长侯友宜现身灾害指挥应变中心 与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前一后宣布 国三高三升可不到效 才远端视讯上课后 隔天17号早上10点半 双北又超前部署 将停课范围扩大至高中值以下 柯文哲更在记者会上疾呼 为何不全国停课 但中央还是没动静 开始是国三高三 还有万华地区的小学 今天公布333 所以我们其实会 刚才也复吁说 是不是大学也停课 大专院校署教育部管辖 直到双北市宣布停课28小时后 教育部才在指挥中心记者会 宣布跟进 此时已有37位学生确诊 教育部没在第一时间带头 宣布全国停课 让疫情在校园蔓延开来 反应似乎真的满板拍 东森新闻林尚玉 连雅纯台北报导 双北数今天的确诊数 依旧都是破百例的 疫情还是处于警戒的状态 而新北市在昨天设置的板桥筛检站 当天一天就筛检 198个人 阳性反应出现有10个人 阳性率大概是有5%左右 而中和的确诊数今天变多了 新北市也宣布 除了板桥筛检站之外 也会在中和附近 再设置一个新的筛检站 现在把韩话排队都搬完了 过一天这次上马排都搬完了 韩话排队对鸿方民众可以尽速离开 这里是新北市板桥社区筛检站 从17号开始运作 现在当天数据出无 筛检198人 阴性188人 阳性10人 阳性率是5% 我7点的人就排不到 他不是又来一次第二次改软的机会 12点25吧凌晨 不会啊 刚刚前两小时才打瞌睡而已 现在才想爱滚 又饿又累 目前板桥筛检站一天亮能 就是提供300位筛检机会 算是以有万华旅游时的民众 还有当地居民为主 依旧是供不应求 而因应民众筛检潮 新北市卫生局也打算 再增设两个快筛站 地点以疫情热点地区为主 除了目前的板桥站 由于中和确诊人数增多 新北因此宣布 将选在靠近中和地区 再设一个点 预计5月20号正式运作 除了提醒要筛检的民众 确实填写资料 筛检站也持续时进行消毒 而目前双北的筛检站 在台北市的部分 还有剥皮寮 和平 中兴 西园 青草广场等5个地点 随着筛检站设立 代表需要厘清的也有更多 东森新闻 ASN小组 蔡秉如 林英佑综合报道 这几个天很多人开始居家检疫了 过去不小人都有抢到的防疫保单 随着疫情升温 很多人就问到底如果封城的话 能不能够赔钱呢 专家说这其实有除外条款的 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最新消息传出来 国泰产险考量公司的风险 未纳量 19号开始会停售防疫保单的捐案 富邦则将在礼拜五停售 本土疫情升温也让防疫保单跟着热卖 今年以来产险业者共卖出 236万件的防疫保单 第一名是台产 二三名分别是富邦以及国泰拿下 确诊人数连日破百 隔离匡列人数也越来越多 防疫保单又再成为市场焦点 但要小心这张神单也不是什么都能赔 可是有除外条款 封城 封区或者是境外移入 其实都是保单里面是有在除外条款范围的 所以只要符合像刚讲的那三点 基本上也是除外不保释项 也就是说要获得理赔 收到政府给的隔离通知书 是最基本要件 要是只是因为封城 封区被关在家里 无法出门就不在业者的理赔范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还是家姐买一下保险比较好 但疫情当前 民众心里还是有买有保佑 包含国泰产险隔离赔2万 确诊赔6万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 住负押隔离病房每天给9000 和新光人寿确诊住院 一天给2000的防疫保单 现在又陷入抢购 业者风险为纳量一超标 恐怕随时停售 在防疫保单的部分 其实我们每家公司都会对这些风险做一些考量 但是我们也会考虑到保护他们在保障的一个需求面 那我们公司有听过评估过后 这个商品目前还是维持销售的一个状况 那希望给保护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保障 只能保守说还在观察中 因为产险 受险业 高层盛传 防疫保单又再度失序 现在就等谁开第一枪喊咖停售 这神单恐怕就真的会成为绝响 东森采集新闻 许静佑 林浩宇台北报导 防疫保单要停售就是因为本土疫情大爆发 民众也担心未来会不会升到第四级警戒 走到封城这一步呢 经济部也提前沿拟了一些措施 像是重要的产业半导体和罐头或泡面工厂等等 民生必需品 以及口罩 隔离衣等防疫物资产业 都将采取分流的措施 所以不会停工 面条在木板上排列整齐 下一秒钢刀迅速切条再切断 另一头马上就要准备装袋 疫情升温 这些干粮瞬间变成抢手货 来到制面工厂 现场的空间只有食品大 走到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 这里的面条全都采手工制作 而在这里老板一天可以生产 一百五十包的干面条 一条产线三个员工 好在都是老板自家人 纯手工制作 要是真的升级四级警戒 也不怕产线产能受到影响 只要你订货 我能做 能送货 我一定会为大家服务 我希望说不要让别人买不到 健康的东西 想要吃健康都没有 九爬万一升到四级警戒 封城经济部启动超前部署 沿拟规划民生物资类 包含卫生纸 纸箱和食品 例如泡面 罐头等 允许继续分流上工 而不止民生必需品 其他项是必要性的金融服务 也得继续营育 其他重要产业 半导体和防疫物资 口罩 呼吸器 隔离衣 基础建设 油电水 医院 电信 也都排除在停班范围 不过媒体业大部分人员改为线上工作 民众还是需要得知消息 专家也认为没有停班的必要 本土疫情神文快速 如果未来走到封城这一步 重点民生产业不停工 才能确保民众防疫之余 还能维持基本生活 东森财经新闻 李子涵阳 朝台北报导 原来台湾的确诊数都破百 尤其双北最为严重 外界呼吁要赶快升到第四级 民众忧心会封城 尽管今天还是上班日 卖场涌现不少的人 就怕担心会群聚 很多人转向网路购物 可是我们实际搜寻一下各大平台 有业者泡面根本就没货缺货当中 卫生纸则是部分售丸 但要提醒大家了 物质很充足 卖家中需要的量就好 卖场员工忙着在门口一一确认 每个人确实量体温酒精消毒 铁血食联制 国内一期升温 外界呼吁双北升为四级境界 民众忧心下一步救治封城 就算上班日卖场还是涌现不少人 有一点点 对 会有一点点担心 买一点点回去的 非常担心 所以今天才买什么服务 我就是家庭食用的 水果 青菜 牛奶 鸡蛋 实际走进一卖场里头 尽管飞机封时间 结账同样需要排队 至于常用物品 像是卫生纸 部分缺货 再走到泡面 以及鸡蛋区依旧空荡荡 被抢够一空 一些比较常吃的东西都空的 但是干粮类都还蛮多的 饼干类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满的啦 这几天都没来买 因为人那么多我们 我们其实不需要这样子 家里不需要存货那么多 因为买平常可以用 要留给需要的人 有民众特地避开 前几天抢购潮 就怕人挤人会造成群聚 大家纷纷转向网路购物 只是开启各大平台 有夜市有泡面专区 统统跳出售碗捕获中 另一家则是部分泡面 同样缺货 至于卫生纸的部分 某某部分需要补货 PC Home部分需要预购 驱船室以及康室美 也是部分售碗 我觉得在几天一定会掉下来 因为你出去看知道 你上班都分批上班 我觉得有信心 这个很快就过了 连日确诊数破百 人心惶惶 但还是要呼吁民众物资 真的足够 买家中需要的量就好 非常时期 避免外出 勤洗手戴口罩 才是防疫关键 当然新闻生活中心 综合报道 非常时期 大家不敢外出 要买东西怎么办呢 就在家里网购 让宅经济需求增加 特别是宅配 会用到的纸箱 这需求量呢 是大幅的增加 一成以上 专卖纸箱的业者说了 现在原物料还面临了 缺货危机 叫货时间已经从七天 延长到二十天 才有办法到货 对此目前国内公纸公司呢 也将产能全开 因应需求 堆高机搬起一片片纸箱 老板一早就忙到汗流浃背 因为现在国内疫情大爆发 也带动了宅经济的需求 专门卖纸箱的业者也说 订单量增加一成 疫情到现在 只是因为我们 就是来纸的量是减少的 我们的交鞋就会被delay 将大片纸板折成纸箱 需求大增 特别是这种 六十五公分长的大纸箱 销量也翻倍 一个月就卖出七八百个 而且因应宅经济 业者也扩大商机 其实不只有这种大纸箱 包含了就是半手礼用的 这种半手礼盒啊 以及这种美式卖场 会使用到的纸箱 都会使用到这个原纸 因此呢这一次呢也都会受到波及 从圆形的红色礼盒 到装电子零件的纸盒 通通都有做 其中又以美式卖场的彩盒需求最高 占了三成 但从今年以来原纸就出现了缺货危机 原本大约七天前叫货 现在至少要提前二十天才叫得到 我们都会跟客人讲说提早提早下单 接下来六月还会再涨一波 还会再涨一波 我们已经收到报价单了 就是又涨了一层一层多 一层五左右 下游厂缺货有感 国内公职业者也立平产能不停歇 永丰宇表示下半年的旺季需求将持续增加 目前各厂的产能已经全开 正龙也表示除了产能全开之外 公司更已经启动加班生产 机器生产是很快的 那我们做完之后就没有原子可以做 工厂就放假 以前做满八个小时 现在做六个小时就很多了 疫情持续升温 宅经济发酵 就怕质料的缺口越来越大 业者也得尽可能赶工 确保产能无余 东森财经新闻下 竹余佳豪在新北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工